幽州动荡,一和又是波兰迭宕的中兴地带,这场惨剧,仅一和一城,就有24个姓氏40余大小将种家族遭难,当场杀死于一和城内的地方毫横不下700人,株连却未死之人,大多冲军边关。 当初逝去选择明哲保身的地头蛇,根据蝶子密探的持续禀报,如今怨气倒是不大,很简单,死了人,就多出了地盘,除了大头给北梁拿走,剩下的残羹冷治也相当可观,都由他们这些强头草家族接手,给梁给钱便是娘的的护从仆役,原本便心仪垂涎的别家妇人婢女,贱卖的真万字画,都是实打实的好处。 徐凤年入城后,几次掀起帘子望出去,都能看到许多冰冷的眼神,麻木,憎恶,畏惧,仇恨,不亦而足。 徐凤年回到将军官邸,宋妍跟王熙化还未回府,一和的收尾,这两个临时调入幽州的灵州高官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事物,更多是将军黄甫平和刺史王培芳两位幽州主官主持,徐凤年也不知道他们这对政敌 怎么就能凑到一起,当时下定主意要将这位一起拉撞钉喊来幽州,有意让宋妍担任幽州别家,辅佐武将出身的新任刺史胡魁,倒不是信不过在梁州刺史任上是攻击其突出的胡魁,而是未来北梁道四周,文武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制衡是必然大事。 这种趋势,不仅仅局限于表面上的将军刺史两直,至于文章学问在北梁出类拔萃的王熙化,有点像是唯新风邪与白氏不断的幽州冲喜,而且青路洞书院也需要拿得出手的文坛大家镇场子,万事开头难,世子富良,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塞进北梁官场,这是一个相对循序渐进的过程, 何况读书人之中步伐烂于冲树之途,先在书院这只筛子里亮晒抖落一番,以便分出个大致准确的三六九等。 徐凤年坐在黄甫平那座异常简陋的书房,书籍没有几本不说,连装饰摆设都欠缝,是个寡淡阴冷的屋子,跟黄甫平的性子确实相像。 徐凤年在翻阅一本不入流的乡书,头也不抬说道,近来。 入屋之人姓柳,是颐和城的蝶子头目,跟北梁王禀报了今日搜集道的建文,都是颂言王熙化两人的零碎言谈。 原来这两位在目睹幽州写信后,又知晓了事情缘由,对于颐和皇室的处置并无意义,但是就九楼听客的抄家仪式,两人就有了严重分歧。 王熙化坚持认为那六十五人听说书之人,不论百姓还是豪生,都最不当北梁王如此重罚,一向推崇法家的宋言则以为人人最有余辜,两人赶赴幽州。 原本不出意外宋言是担任幽州别嫁,王熙化则掌管一州学政,两人争执不下,就有了格赌约,若是王熙化胜出,两人交换官位,而宋言竟说他必赢无误,以后官职照旧,不过王熙化以后见着他宋言便必须执下官拜见上官礼节。 听到这里,徐凤年放下书,笑道,两位大人还真是有闲情雅致,难不成六十五人一一查询过去。 柳蝶子轻声道,并非如此,王熙化只拣选了三人。 徐凤年点头道,书生意气,是怕胜之不武。 你继续说,拣选了哪三人? 貌不惊人的颐和大蝶子公声道,分别是颐和曹氏子弟曹生,其继绸缎断铺的掌柜七封年,村夫韩来财。 三人中曹生是静怡轩酒楼的老主顾,曹氏则是颐和江种门户的墨留。 七封年是个上门女婿,在颐和西大街风平不错。 韩来财则是假意入楼买酒喝,实则囊中羞涩,躲在后头借机听那说书。 这些事情,宋妍王熙化赌约之后都曾仔细翻阅档案,王熙化在一柱乡内挑选出三人,宋妍点头认可。 徐凤年起身道,王熙化相信人心本善,人人皆有侧影之心,宋妍所学,却是人性本恶,两人之争,不是道德文章之争,说到底是书籍之外的人心之争。 要我猜,书是肯定道德家王熙化书了,但圣之不武的是老狐狸宋妍,若是换过来,从恶人堆中找寻善事善举,书的自然会是宋妍,只不过宋妍也不会答应这样的赌约。 姓柳的蝶子头目犹豫了一下,还是谷足勇气说道,在卑职看来,宋妍也非圣之不武,除了曹生身负两庄命案之外,向那副甲七封年与村爷百姓含来财,按律本就该有牢狱之灾。 徐凤年摇了摇手,咱们北梁这种地方,侠气是重,但侠谷未必重,犯事很容易,不犯事就难了。 蝶子莫然,徐凤年笑道,这次一合成许多家族都在忙着大捞油水,刘景欣,你不妨从他们手上截下些金银,就当犒劳你的兄弟们了,没理由你们辛苦做事的干瞪眼,不办事的占尽便宜,让他们也不敢不松嘴吐出点肥肉。 不过本王与你事先说好,这回只是特例,不是你们以后做事的新规矩。 刘景欣咧嘴乐呵,依旧没有半点外人印象中精明蝶子该有的脚侠,倒是愈发憨厚朴实了,哪里像是一个直呼颂言王羲化名慧的阴冷蝶子。 徐凤年继续拿起书,刘景欣便是去告辞,在他跨过门槛并且轻轻掩门的时候,眼角余光瞥见一个小姑娘,吓了他一大跳, 从头到尾,刘景欣都没有留意到这么个少女,他头斜金拆,蹲在一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旁边,在跟刘景欣对视。 刘景欣迅速收敛视线,低下头,彻底关上门。 刘景欣走了没多久,战时还是灵州别嫁的宋言敲门而入,徐凤年握住书指了指桌对面的椅子,宋言坦然坐下,徐凤年打趣道,咱们王公曹还真自己一头撞进你的陷阱。 宋言不奇怪今日之事被蝶子知晓,这段时日仪合成眼线遍布,加上他跟王熙化又惹眼,是情理之中的事情,宋言有些无奈道,王熙化本来算是北梁道上比较圆通的文官,尚且如此,可见北梁之志,任重道远。 徐凤年对呵呵姑娘笑道,劳烦拎两壶酒来。 少女悄无声息离去,果真给拎了两壶绿衣酒回来,徐凤年跟宋言一人一壶酒,徐凤年感慨道,以前知道当家不义的道理,不过只有真正坐上这个位置,才能体会当家如何不义,与人斗,与恶人斗,一和皇室这样的,还要跟好人斗,皇上,王熙化这样的。 更要与天斗,以往听语赏雪,都是乐事,如今就得考虑侠尽收成。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落密信要处置,有说是王府管事宋唐路勾结官员,为侄子算改普品。 陆家子弟倾吞良田,被人揭发,还有陆家一位长辈重金购置自画,竟然是赝品,退换不得,就要闹事。 一名小宗师在梁州喝花酒,跟将种子孙争风吃醋,后者喊人为殴,前者痛下杀手,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,照理说,两个都杀了才省心。 更有不均父统领魏铁山的小儿子裹挟财务搬迁到邻居河州,光是唯利的真金白银就装了新号新号箱子,被巡官士族扣押下,很快就传出边境假释侮辱为父统领人媳妇在先的传言。 还有顾大祖一名气重的年轻都为,莫名其妙在关外就给人打得半死。 宋言平淡道,只要脱家带口,就会有矛盾,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尚有间隙,何况是这么大一个北梁。 徐凤年孝道,以后幽州巨系政务,都交给你跟胡奎黄抚平这两位大人一同劳心劳力了。 经略使大人一直为你打抱不平,说你宋言空有法术士,却没有用武之地,希望把你弄到幽州以后,能够有些用武之地。 宋言点头道,礼当鞠躬尽瘁。 徐凤年不去拎起还剩大半的酒壶,站起身,跟宋言一起走出书房,宋言告辞离去,徐凤年找到战居将军官邸移动偏院的王熙化,跟他说要去见一个人。 王熙化一头雾水跟着走出府邸,坐入马车,离开一河城来到郊外,这里有一条灌溉沟渠,养育出一片还算茂盛的芦苇荡,北梁地产平级,用处还算颇多的芦苇就都成了千斤草。 芦苇荡附近有几座临河而聚的小村落,凉风袭袭,春灰融融,走在狭窄泥路上,空气中都是青纬的草香。 有三五成群的村子志同在采洁嫩芽,徐凤年跟王熙化缓缓来到河边的一座小渡口,一丛丛芦苇阿挪依威,是北梁少见的柔情以拟风光。 徐凤年手中有一节青绿芦苇的空巾,形似一只粗糙的芦苇,徐凤年坐在鹅卵石砌城的渡口上,吹响芦苇管,屋叶悠悠。 王熙化没有坐下,站在河边,心中想着,大概是年轻凡王不满于自己为何要跟宋颜立下那个赌约,为何要质疑他在幽州的举措,不过是念在自己还算半个心腹的情分上,才没有用常见的官场玉下手腕收拾自己。 徐凤年停下吹奏卢迪,抬头,伸手指了指东北,游戈北梁寒事,赴京七年,终于出人头地,前年已经做到了天子进城的起居郎,去年又当上了考公司郎中,辅佐吏部尚书赵又林跟除香英茂春主持京平,今年更是要参与大平黎阳地方四品官员,初春跟太子赵传私访南方,回京之后大婚,皇帝亲自赐下福底。 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同时出席,蓬毕生辉。新婚之夜,大红竹,红盖头,那女子是姓赵的金之玉叶。 这名读书人,以后注定是要平步青云的,哪怕入阁拜乡,也都指日可待。 七年中,送给北梁的秘姓景两封,一次是太子人选,一次是赵家皇帝的身体状况。 这么一个有大公于北梁的读书人,只是在两封密信结尾分别写了两个字,让北梁转告一人。 徐凤年停顿了一下,平淡道,悟念。悟等。 王熙化叹息一声。徐凤年继续缓缓说道,在这名读书人飞黄腾达之前,这里就来了葛兆沟蝶子盯着,盯了很多年。 所以哪怕是这么简单的四个字,那个挂念之人,等候之人,仍是从不知道。 王熙化轻声问道,那痴情女子还在等。 徐凤年点了点头,伸手拍了拍身边的渡口石头,当初她就是在这里送读书人去京城赶考,然后不曾婚嫁,若是想念,就会来这里等一等,因为她当年亲口答应过她,不论能否考取公民,都会返乡迎娶她入门。 王熙化由衷感叹道,这样的读书人,这样的女子,本该结成良人美眷,便是北梁王为她们亲自主持婚事也不畏过。 徐凤年置若网文,说道,去年年尾以后,女子就不再来渡口等人。 王熙化愣了愣,徐凤年把芦苇空管抛入水中,没有转头,但是伸出手指,只向王熙化伸侧远处,她死在了芦苇荡里,也葬在了哪里。 徐凤年双手伸入袖口,我来幽州,来一和,就是杀人来的。 你王熙化在心底说我滥杀无辜,我想那些权贵人物在无辜,总不如这个女子无辜。 何况,这样的女子,这样的惨事,幽州促都数不过来。 你们读书人,口口声声一心为天下太平,我徐凤年觉得天下太平实在太远,身边太平这么近,总要先坐好。 王熙化脸色苍白,徐凤年起身抖了抖秀,面朝芦苇荡一座小坟头坐衣。 转身离去,留下颓然坐地的王熙化,徐凤年审声道,有姓生而做人,却不把别人当人,既然自己不做人,在北梁,本王见一个杀一个。 芦苇荡有百于幽州死士现身,自以为带住机会,要把这个落单的人图繁王斩杀当场。 徐凤年双手赴后,一气呵成,把百人皆是一状分尸。